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严富,1854-1921年,自幼灵,好几道,福建和官人。 其富是一名普通中医,他十四岁时,父亲不幸去世,家庭武力供他上学,严富只好去投考刚刚成立的福州传政学堂。 当时一般读书人,都要走科举正途,从秀才、举人、近视、汉林、平步而至公轻。 只有家道比较贫困的人家,才送子弟上这种海军学堂,因为海军学堂的学生伙食费全免。 5.年毕业后,不仅可以在清政府中,得到一份会饭师的差事, 还可参照外国请来的职员,给较优厚的薪水。 14岁那年,严富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福州传政学堂,学习英文和驾传技术。 严富在传政学堂学习了五年,所学课程有英文、算术、几何、代数、电磁学、光学、声学、化学、天文学、横海学等,都是由西方传入的新学问。 这与当时一般所受的传统教育完全不同。 传政学堂毕业后,严富在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,于1877年,作为中国第二批留学生,被派往英国留学。 在英国的两年多光阴,严富都在学校里悉心读书,并观察英国社会。 他议论纵横,因西洋光学、声学、上代电学之前,出作指南针,即光学悟出。 又因光速而生驰,如雷、电,先堵电光而后闻雷声。 西是用齿轮极转,不能变其能为齿轮。 引电器射之,悬满其前已变影,则齿轮婉然,可物光之素。 西 吐论光与生,赤处皆成点。 生有高下,光有还及,则点亦分轻重。 凡所应之光影,皆积点而成者也。 传生气之法,即从此悟出。 又凡生与光皆,因动已至其用,其动处必成文。 又论地球赤道为热度,其南北皆为温度。 西是侧海,赤道以北皆东北风,赤道以南皆东南风。 洋人未有轮船时,皆从南北纬度以协取风力,因明之通商风。 其何故也? 由地球从西转,与天空之气相迎而成东风。 赤道以北迎北方之气,赤道以南迎南方之气,顾其风皆有长度。 由此可见,此时的岩父,已对西方近代科学,具有相当的理解和研究。 在研究西方近代科学的同时,岩父还相当关心西方的社会及中国的社会状况。 他接触到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,如亚当斯密、孟德斯鳩、卢梭、达尔文、赫须林等人的著作。 岩父在后来著述中,常常提到这些人的名字,并亲自翻译了他们的一些著作。 《花论物竞天择》,逝者生存的思想,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。 物需变法失败后,岩父更加专心翻译,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说的工作。 继《天眼论》之后,又一出,英国亚当斯密的原父,英国斯比赛的群学一言,英国约翰穆勒的群以权借论穆勒名学英国真克斯的社会通权。 法国孟德斯鳩的法译,英国约方斯的名学浅说,以上共八部,被通称言。 一八大名著,这八大名著,从达尔文进化论,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,法国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到罗吉学,差不多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一整套理论都介绍了过来, 严复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代的著名启蒙席,卖思想家。 侵害革命之后,严复的思想趋于保守,甚至倒退,他赞成帝制,反对民主,厌倦科学,晚年竟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。 1921年并逝于福州,一著和一作集,有侯观严是从刊,严几道施文超,严一名著从刊,和严复集, 如果喜欢小编发表的内容,记得收藏和评论哦。